眼下,新疆河境县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百万头深处陆续从秋季草场转入冬季草场,延绵数十公里的处群跨越数百公里,翻越冰山,跨过雪原,场面极为壮观。 巴音布鲁克草原平均海拔2500米,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盛,是典型的核草草垫草原,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因草场随山地海拔高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垂直地带性,牧民们世代在长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季转场。 牧民巴里金需要将自家深处从秋季牧场迁到俗称东窝字的冬季牧场。 转场途中,巴里金要经历此次转场中最为惊险的一段,翻越海拔3400多米高的墨西干打坂。 由于墨西干打坂地势险峻,路途积雪、低温与大风并存,巴里金打起12分精神,一边确认转场的路线,一边时刻关注牲畜的动态。 经过三天的迁徙,巴里金赶着牲畜安全抵达水草丰美的冬季牧场。 这次转场我们主要是赶着我们自己在放养的500只生产牧羊以及30匹马群,然后历经三天,今天是第三天,我们终于到达了冬季草场。 由于深处转场路途遥远,转场途中需要补充四草,同时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伤病情况。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当地政府每年都会组织转场工作队,在转场途中为牧民们提供各项保障,确保转场队伍能够安全顺利抵达冬季草场。 我们还要克服寒冷,冰天雪地,泛国摩西干大阪,为保障莫名顺利,转场过冬,提前一个月被操被撂,燃美灯无资,目前我们所有的村区安全到达冬季草场。 今年,巴英布鲁克草原冬季转场工作已进入尾声,深处的最远转场距离达130多公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